都说今年是5G的商用元年 但我一直都有点困惑 4G已经够快了 5G到底有什么用呢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 我报名了OPPO的5G新火计划 从不拿到一台 他们最新的OPPO Reno 5G版 但是当下有5G新火计划的地方并不多 最好的体验机会就是5月10日 主持人OPPO的新火计划开幕式 那里不是5G基站 但很巧的是 那天我其中好吃 可我还是想体验一下5G的速度 网上一搜 发现有5G新火计划的地方 有试园会 金融街 和北京邮电大学 这就很巧的朋友们 我就在这上学 而这里解释一下 5G新火覆盖的是我们西土城校区 而我们搭一搭二 都在30公里外的沙河校区 所以我一下课就坐了校车 来到了西土城 一进学校 这个高贵符号便出现了 但是当我迫不及待的测速时 突然就懵了 这玩意难道比4G快很多吗 事实上 当我花了600兆流量 在学校的各个地方 测了十多次速 发现速度的确只有4G的水平 我试着下载了一些音乐 和应用之类的东西 发现速度只有几兆每秒 在回去的路上 我不由得陷入了 对人生和社会的大思考 所以我联系了 学校新型化技术中心的老师 很巧的是 那时候联通 正好在我们学校 开一个沟通会 老师就让我去了 更巧的是 刚好一位在联通的学长 看过我的视频 他打天地翻后 告诉我 我连不上5G 是因为联通 海达克学校进行测试 还未向用会开放 我实际上提到的 还是4G的速度 听到这里 我欣赏了半解 但是最小的事情来了 测试 预期在那周周五结束 顺利的话 周末就会开放 所以我又打校车 来到了西土城 而这次 这玩意是真的快 平均下载速率 在700Mbps左右 上传在80左右 几乎是4G速度的10倍 还记不记得 上次我测了十多次速 才花了600兆力量 5G测一次 就得一千二 我一开始的时候 还想下个程序 看看下载速率 结果下一些 生活类应用时 根本来不及到 那个有速率的页面 就已经下完了 之后下一些 更大的游戏时 发现速度保持 在60兆每秒左右 用5G下歌的体验 更有趣 一首时照的歌 进度条 只有全空和全满 两种方态 根本就没有在中间待过 在各个平台 看最高马鱼的视频 也可以随便做进度条 跟缓声难看 几乎没有区别 玩游戏的延迟 也稳定在60毫秒以下 在体验上 唯一和4G 甚至和3G一脉相承问 就只有没有开会员的摆都赢了 比如说5G 照样5G上6G也没辙 体验一整天5G 我最大的感受有两点 第一就是 这玩意用起来是真的爽 5G的普及 会极大的优化 当下的网络体验 比如有时候 你引上来想玩游戏 然后给你蹦出来 一个300兆的更新 这种感觉是很难受的 但是在5G的速度下 下载更新包 几乎和解压它一样快 第二就是云村处 肯定是趋势 想玩最快的时候 下载速度有90兆每秒 已经快赶上 手机里SD卡的 读取速度了 这么快的往处下 你把照片和视频 保存在本地看 还是上传到云端 需要的时候下载下来再看 几乎没有区别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 就是联通的朋友跟我说 现在大多数5G部署 都采用NSA 也就是非独立组网架构 将来才会升级到SA架构 不是通信专业的朋友 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其实我也听不懂 但是在升级后 速度会更快 实验会更低 终于在对着测试软件 傻笑了一天后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我对这个速度的兴奋感 也逐渐变得平淡 在回去的路上 我还是陷入了对人生 和社会的大思考 想想我们在手机上 要做哪些 对网速有要求的事 无非就是看视频 玩游戏 但这些需求在4G下 也得到了满足 用5G体验当时会更好 但总有些 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有这种想法的网友 也不在手术 事实上 从我拿到这个手机的 第一天开始 我每天都会在网上搜 不知有什么用 回答里总是预测 VRAR 全民自动驾驶 万物互联 但这些听起来总是太遥远 实现起来太复杂 所以这次 我换了一个搜索方式 我搜了一下4G有什么用 但是把时间 限定在了2012年到2013年 也就是4G即将商用的时间 站在未来 看前人对现在的预测 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当时大多数人 都在抱怨4G没有什么用 紫费还那么贵 而我那时候也是 但是五年过后 大多数人 已经没有那种流量 要省用的意识了 而当年对4G应用的预测 的确可以看见一些 未来的端倪 但都有一些 太缺乏想象力了 比如都知道 4G可以看高兴视频 但是当时都在说 用手机看电影有多方便 没有人预测到短视频的彻底爆发 比如都知道 4G有利于普及一动支付 但当时的理想方式 是给手机绑信用卡 加上NFC 没有人想到 靠着网络加二维码 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 真的就干掉了现金 比如都知道 4G的上传速度 可以视频直播了 但当时的设想 是应用于专业的新闻领域 没有想到 这个全民即可直播时代的来临 更不用说 还有各种电商外卖 打车平台的兴起 在短短的五年里 4G和它催生的服务 深刻地改变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但在五年前 你可能是觉得 网速是快一点 是吧 人对外来的预测 都跳脱不出 当下技术和思维的限制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问 一个五十年前的人 未来是什么样子 他可能会告诉你 汽车会在天上跑 五十年过去了 汽车没有上天 但是计算机 和信息技术的诞生 对社会的改变 绝对不会比会飞的汽车更小 五十年是如此 五年说不定也是如此 五年前 大多数文章 都没有预测到4G 栽培出了移动互联网 这颗参天大树 那么5G 这篇更肥沃的土壤里 会开出怎样的花 我相信 还是会超过 所有人的预料 最近联通的朋友 还带我去参观了一个 有关5G的展 看到了不少 有意思的应用 我现在最大的期望 就是当我五年后 再打开这个视频 会发现速度 其实是5G 最无聊的应用 感谢观看